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这个器材分享 棒棒棒棒,出场 哎哟,挺重啊 看看这是由东莞发过来的这个摄像器材 由于下雨了,东北这些天一直下雨啊 香的都给浇的精湿精湿的 这是一台来自东莞的旗帝 嘉能旗帝,给大家看看啊 机身,镜头,原厂的充电器 原厂一分三的线 充电器的拔色线 尖带,原装的尖带,就这么点配件 还有原装电池啊 从东莞三千多公里啊,到我们东北 这个机器啊,主人用的非常精心 但是这个达不到足够的心啊 大家看看啊,这个底面都是圆漆圆板的 这个脚有一点小小的掉漆 这个皮肚啊,没有了,就是这个特别愿意掉 什么时候掉的,他也不知道 原装的剑持 没有卡,然后老玉月看了 卡口非常的心静 帽子也打开了 非常的心静,也没有灰尘,也没有字典 这是一个他给我发来的镜头 我说你这棋地为什么会配一个 他这个配置啊,挺奇特啊 55-250的中长焦 我跟这位社友交流了 我说你为什么只配这个镜头 没有广角什么的吗 他说广角已经被他卖了 被他身边的朋友买走了 他只剩这一个镜头给我发过来 那么老玉也是的 机器和镜头非常的完好 镜头呢 前后盖 周光照 然后老玉看了 前后的镜片 没有一丝划痕 也没有一点的白斑 镜身非常的新 就差不多全新那个样子吧 老玉再给大家上涨啊 这里跟大家说一下 题外的说一下 很多朋友都是镜头 对着这个卡口的时候 没有对齐 或者是没有平的进去以后 可能一头进到卡口里 一边还在外边悬着 他就着急的一拧一拧 那么导致这个卡口啊 划痕很多 那么看起来可能机身很深 那就是这种操作方法不当造成的 老玉给大家测试了 因为这个拍照啊 这个摄像都很好 叶金平也没有那种老化的暗角 这个现象 机器非常的新 这个棋地啊 也是咱们比较专业的一个机型 全铝美机身的 况且他的摄像呢 手按快门 还可以带自动对焦 这一点5.2还没有他先进 所以呢 在某些程度 除了画幅的情况下 他的档子还是够用的 有对这机器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私信我 机身也可以单出 镜头也可以单出 机器和镜头也可以套出 希望有共同三观的朋友 关注老鱼 转发老鱼的视频 在这里老鱼谢谢了 再见